高云祥保释申请成功 高云祥工作室发出声明 否认摊守所内遭霸凌 不管事情真相如何 董玄应该很辛苦了 不少网友直呼心疼 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坐等事件真相 还有王金和女方酒店门口主动亲吻的动途流出 高云祥才得以保释申请成功 而董玄拿出保释金额高达1465万 董玄和女儿已经搬家到澳洲 并且一次性支付了一年的租金 而且准备常年陪伴高云祥 明星真有钱